很多人喝醉酒然後才令性體 但那些窮的人自己吃飯不夠飽 當然不用說喝酒 所以這些情況對於性體表示一種不忠不恭敬 喝醉酒是令性體 後來教會就定了規矩要受性體制 受性體制之前 就是說你吃一個晚餐聚會的時候 半夜之前不可以再吃東西 要受性體制 所以教會的初期是半夜開始不准吃東西 現在不是了 改變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我們這些人的心 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逐風 就好像扣笑那些人 喝醉酒 所以教會 表示我們尊重你的性體 表示你的性體前一個小時不要吃東西 最少一個小時的性體在 然後才能連性體 好了 我們來聖堂 我們表示我們尊敬性體 因為耶穌性體 正確的性體 所存在性體跪那裡 所以我們表示對耶穌的尊敬 我們初時很豐盡 兩隻腳一起跪 後來有一隻腳跪出來 後來最近我們中國人說 不用跪了 曲弓是豐盡 我們用曲弓的方式 表示我們尊敬性體 如果有一些人 曲弓都不曲的話 就表示他們不知道 有耶穌性體在那裡 就不懂得公正正體的原則 好了 我們來參加聖堂 之前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應該穿什麼衣服 我們應該有什麼態度 來參加聖堂 我們應該在這裡想一下 我們現在來聖堂 不是來旅行 不是來這裡 在大排檔吃東西 究竟什麼衣服都行 我們是很尊敬 很隆重的一種禮儀 就是一個聚餐 做一種制憲 其實聖堂鼓勸自己做制憲的製品 做自己做制憲天主的製品 所以我們參加這個制憲的禮儀 我們應該記得 這個是一個禮儀來的 不是 不是 不是一個求劇的做客 人家聖堂 我聖堂 人家聖堂 我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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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就是 寫著我聖堂 让耶稣的圣体感激耶稣 进入圣体圣事 给我们的爱 让耶稣这样 支持受苦受难 来告诉我们 牺牲自己 现在祂用圣体圣事 继续牺牲自己 来到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 表示很大的感激 令圣体表示好恭敬 圣体之后 使得感激耶稣 给我们的心中 让耶稣请大家 多谢耶稣 我们希望祂送耕以后 我们来帮我们的 本人里走来 现在我们留学多谢明晓 我们相声耶稣 我们现在要再临寻 祝我 感谢观看